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浓情策划 暑期艺术课堂 邀请逢满天 宋飞 吴玉霞 张伟良带您领略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之美 最生动的艺术锦图 最时尚的民乐课堂 这个暑假大不一样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没等到来年春天 他就离开了人世 也就带着他满肚子的那优秀的作品 离开了我们 他就非常灰切 风气 好一朵茉莉花 他的这种旋律走向当中会有一些滑音 他精通胡锦 鼓琴 琵琶 琵琶等13种弦乐器的演奏 被誉为民乐皇后 他用二胡演奏野风飞舞 会打自如的剧剧表演 震撼无数观众 他是唯一一位能够演奏和录制 中国一百年来所有二胡经典作品的 二胡表演奏家 他是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 二胡演奏家 宋飞 他提唱以开放的理念和思维兼容传统和现代 中国和世界的各种音乐风格及元素 今天他将用他的琴声带我们领略胡琴 这件古老乐器的绝美风情 星期美国父异响 3 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暑假大不一样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没等到来天春天 他就离开了人世 也就带着他满肚子的那优秀的作品离开了我们 他就非常灰气 风气 好一朵茉莉花 他的这种旋律走向当中会有一些华音 他精通普琴 鼓琴 琵琶等13种弦乐器的演奏 被誉为明月皇后 他用二胡演奏野风飞舞 挥洒自如的炫技表演 震撼无数观众 他是唯一一位能够演奏和录制 中国一百年来所有二胡经典作品的 二胡表演奏家 他是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 二胡演奏家宋飞 他提唱 以开放的理念和思维 兼容传统和现代 中国和世界的各种音乐风格及元素 今天他将用他的琴声带我们领略胡琴这件古老乐器的绝美风情 各位观众欢迎大家集聚文化试点的文化公开课 在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我们民族七月当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乐器 二胡 追溯二胡的历史应该谈到胡琴 胡琴的发展应该说从他的开始延伸发展 应该有近千年的历史 最早的记载它是在唐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使用的一件乐器 叫西琴 从它发展而来的 那么从北方的游牧民族到中原的流传的过程当中 使得这件乐器能够流行于大江南北 特别是走进了宫廷成为了宫廷演奏的一件乐器 所以在我们的传统的绘画的图案当中 我们会看到一些音乐的场面当中 有我们的卷径龙首的我们的胡琴的这个早期的一种形制 那么到了元代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胡琴开始记载当中 能够看到它是弦弦空而有了千金 当我们有了千金以后 手就手指就获得了解放 那么我们的演奏的技巧呢 也相应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所以在我们的记载当中 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像在宋朝有一位宫廷乐师 他在演奏的时候呢 突然琴弦断了一根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停止演奏 那就有欺君之罪了 所以他就用剩下的那一根弦 完成了整个乐曲的演奏 这样一个记载的故事呢 应该说告诉了我们 在那个时期的胡琴的演奏呢 已经有了很高超的技艺了 可以用一条弦完成整个乐曲的演奏 那么也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 小提琴的《记忆弦》上的永叹调 还有我们的刘天华创造的《独弦操》 这样的作品一样 可以用一根弦 用我们丰富的演奏技巧去完整的展现音乐 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 胡琴这件乐器呢 随着它的流传有着丰富的一个流变和发展 特别是在戏曲当中 曲艺当中成为了一个伴奏的乐器 在那个时期呢 也有一个记载 就是我们的二胡有两根弦 那么常说是老弦和子弦 也就是低的这根弦叫老弦 高的这根弦叫子弦 那么曾经在一段时期呢 是两个皇上都在世 那么胡琴也就因此而被禁了一段时期 为什么呢 是因为演奏的过程当中 突然老弦断了 那么就一定对老皇上有一种 不尊不敬不吉祥的这样的寓意 那么子弦断了呢 当然是对小皇上 他的这个威严有所影响 所以在民间的戏曲当中 一度胡琴被禁用 都是用竹笛来担任伴奏的主奏乐器 那么直到后来老皇上驾崩以后呢 胡琴才得以慢慢的又回到了 民间的戏曲 这个伴奏的这个队伍当中 应该说我们要看到今天二胡的发展 不得不去要记住两位人物 以他们为代表 也就代表着两条路 推动着二胡的发展 一位呢是刘天华 一位是瞎子阿炳华炎君 那么刘天华呢 是一个新时期的知识分子 他学贯中西 他不仅会演奏二胡 会弹奏琵巴 吹奏竹笛 演奏鼓琴 弹奏三弦 他还向洋人学习了小号 小提琴的演奏和西洋的作曲的技法 所以他创作了十大二胡名曲和 琵巴的三首独奏曲和四十首二胡的练习曲 他的作为就使得二胡走上了独奏的舞台 走进了专业教学的课堂当中 那么最早记录 刘天华曾经在一个集会当中 面对五百多个海内外的使节 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演奏会当中 他演奏了琵巴和二胡 就使得我们的外国的使节 了解到了中国音乐 了解了二胡琵巴这件民族乐器 那么他也在用他的创作 把二胡搬上了独奏舞台 不再只是民间戏曲民歌曲当中的 一个伴奏的乐器 同时他也把二胡带入了 专业教学的课堂 特别是他创作的那四十首 二胡的练习曲 是我们最早的专业化的二胡的教材 那么我们熟悉的二胡曲 有梁霄 光明行 空山鸟语 这些都是刘天华创作的名曲 那么至今仍然在舞台和教学当中 常常使用 特别是今年是刘天华诞辰120周年 海内外都在以不同的方式 举办不同的纪念他的活动 那么我想对他的纪念 不光是要传承他的作品 更多的是继承他的宏愿 他的理想 他的胸怀 他的眼界和作为 那么刘天华学贯中西 在他的创作和演奏当中 特别是在他的十首二胡名曲当中 他大胆地借鉴了西洋的创作技法 西洋的语会 同时也借鉴了小提琴的一些演奏手法 与我们中国的民族民间的音乐语言 和我们的音乐当中的审美和神韵 相融合 创作出来了会计人口的作品 那么我想为大家演奏一首 刘天华的作品 《空山鸟语》 以表达在今年特殊的这样的一个 他诞辰120周年的一种敬意 在这首作品当中 我们可以听到中国式的五声音阶的选法 这个是中国式的五声音阶的 导人密苏拉这样的一种选法 导人密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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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式的一种三音族 五声音阶的这种选法 但是在这首作品当中 我们也可以听到 这是西洋的分解和弦式的旋律的手法 那么在他的作品当中 将这两种音乐的语会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表达了中国人独有的那种 对自然的一种热爱 我们可以透过音乐的描摹 感受到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与想的诗意 这句诗句也是刘天华的同胞兄弟刘半农先生 夸赞这首作品的时候 借用了王维的这首诗 赋予了这首作品一副中国式的诗意 那么这首作品当中 他也大胆地使用了很多技巧 去模仿鸟在歌唱 在鸣叫的音响的效果 让我们感受到空山幽谷当中 白鸟鸣转的这样的一副意境 那么作为中国人的音乐当中 表达出来的审美 应该说是对自然充满了一种热爱 所以中国人讲音乐的美 常常会讲天籁之美 那么也蕴含在这些作品当中 那么就想在这里透过我的演奏 让大家感受空山不见人的 这幅中国诗意的画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刘天华对于二胡的大胆的借鉴和创新呢 推动着二胡的艺术的发展 那么在他的作品当中 我们看到他从传统的 在第一把位和第二把位演奏的这种 二胡的演奏方式的基础上呢 大胆的使用换把 将二胡的把位拓展到了五个把位 来进行这样的一种旋律的创作 推动了二胡的演奏的技艺的发展 那么另外一个 值得我们感恩尊重的一位民间音乐家 华燕君呢 他出身于民间 他善于激起民间的营养 在他的作品当中 也大胆的去发展 在他的二权音乐当中 我们也看到 他将传统演奏的二胡 也拓展到了第五把位 用这样的一种旋律 表达他的心声 那么我们 在今天 常常在舞台上 在世界的舞台上 听到这一首 代表着中国音乐的 以中国音乐为缩影的 这首二权音乐 我就曾经在1998年 在金色大厅 演奏了他的这首二权音乐 不仅是在金色大厅 在世界各地的舞台当中 我都曾演奏过这首二权音乐 每一次的演奏 他都可以超越种族 超越民族 超越国界 超越时空 甚至超越年龄 将阿炳的情怀 他的人生的倾诉 透过音乐演奏 去传达出来 每一次我都能感受到 演奏完毕之后 人们都沉浸在 这样的一种 无尽的音乐的诉说的 感动当中 所以阿炳的音乐应该说 将江南的音乐的营养 汲取于自身 同时呢 他又赋予自身的创造 而成就成了三首 传世的二胡作品 二权音乐 韩春风曲和听松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有一丝遗憾 因为 第三首作品的 留下来 是因为我们的民族音乐家 找到了阿炳 当时呢 他已经很久不拉琴了 所以就借了一把胡琴 借了一把琵琶 录下了六首作品 当时阿炳说 很久不拉琴 不弹琴了 手都生疏了 等我恢复恢复 来年春天的时候 我再多录一些 但是 没等到来年春天 他就 离开了人世 也就带着他满肚子的 那优秀的作品 离开了我们 留下了 这三首 琵琶曲和三首 二胡曲 应该说 阿炳是一位 在民族民间音乐 传统的基础上 能够再继续发展 登峰造极的 一位伟大的人物 在他的作品当中 人们会听到 二全音乐里面 有戏剧 有江南的 民歌的素材的影子 但是查 他使用的旋律的源头 在任何一个戏曲和民歌当中 没有同样的旋律 所以 他的这种 汲取传统的创造 是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 二全音乐 成为了 最具代表性的 一个中国的作品 其实这首曲子 本来也没有名字 民间音乐家 民族音乐家 去采录了这首作品的时候 就问华彦君 说 这叫什么作品 当时他想了一下 他说 他就叫依心曲吧 就是依着自己的心 这样的一种含义 后来是因为 他常常在天下第二全 卖艺 拉琴 所以人们就赋予了这样一个 富有诗意的名字 叫二全音乐 但是这就是中国音乐当中 有标题的 无标题的作品 他虽然是二全音乐 我们也能感受到 音乐的优美旋律当中 有泉水 有月亮 但我们更能感受到 阿炳的那个一新曲 透着旋律 表达着他内心 对他悲惨的人生的一种倾诉 而我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呢 透过他的独特的旋律当中的 华音 装饰 音 柔弦 又能感受到 阿炳内心的那种 倔强的性格 我常常 广这种性格 叫做阿炳的骨气 所以我们在他的音乐当中 无法想象 他是一个盲人 他面对黑暗 可是他的音乐当中 却不能泯灭的是 对光明的一种向往和追求 下面我就演奏这首二全音乐 分享他的一新曲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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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刘天华阿炳 他们这一代前辈的推动努力之下 二胡在继一百年当中 应该说是有着飞速的发展 继刘天华阿炳之后 有一些职业的作曲家的介入 像刘文金先生 关乃忠先生 到后来的王建民先生等等 他们创作从小品到中型的作品 一直到大型的协奏曲 狂想曲随想曲这样的作品 使得二胡的曲目 非常的丰富了起来 艺术语言 他所表达的音乐的内涵和艺术思想 都得到了这样的一种发展 同时在这样的一种创作发展的道路当中 我们的演奏家 也跟作曲家一样 进行了一些创作 年轻的一辈的演奏家 也用他们的演奏和创作为二胡 丰富着他们的曲目 在另一个层面的发展当中 也就是我们的二胡的专业教学当中 我们的职业训练 我们的曲目和训练的内容 都得到了大跨度的发展 那么在这样的大跨度的发展当中 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当下越来越鲜明的 这种多元文化的环境 我们的音乐观念 我们的音乐的学习 我们音乐的舞台实践和创作实践 都展现着不同方向的这样的一种跨度 那么在我们的作品当中 也就反映出了不同的音乐的品貌 像我们的二胡的创作作品当中 同样首先他们有不同的民族风格 地狱风格 不同的地狱 有着不同的音乐风格 从温婉柔情的江南春色 到载歌载舞的西域风情 一把二胡又是怎样描摹 诠释这些风土人情的呢 像我们的二胡的创作作品当中 同样首先他们有不同的民族风格 地狱风格 那么我可以演示一下江南音乐风格的江南春色 那么在这个作品当中 我们就听到了江南的这种柔美的旋律 仿佛把我们带到了江南的小桥流水边的鱼米之乡 那么同样是这把琴 我们也可以演奏粗犷的西北的音乐 河南的音乐 东北的音乐 同时我想二胡之所以是我们最具代表性的 为我们民众所喜爱的一件乐器呢 是源于它的声音 它的声音的性格 更像我们中国人的那样的一种内敛的 这样的一种特质 所以它含蓄内敛的这种声音 和酷似人生的这样的一种绵延的 优深的歌唱 就使得它可以讲述人们的情感的遭遇 那我特别想演奏一个片段呢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作品江和水 它发挥了二胡酷似人生 表达人的情感和心声的 这样的一种特点 那么在江和水这首作品当中 我们就听到了一个旧社会的妇女 在江边哭诉着她的悲惨的人生遭遇 所以二胡在演奏当中 就会用各种各样的 富于变化的柔弦华音 装饰音去表达 她的这种强烈的情绪 她有悲苦 她有无奈 她有抗争 她有呐喊 那么我演奏几句 大家可以透过我的演奏 感受这样的一种 富于变化的语气和情感表达 我演奏几句 那么这个时候的二胡呢 他就是一个音乐当中的倾诉人 那么他可以倾诉他的喜怒哀乐 所以说我们的音乐当中 他可以讲述一个人的情感的遭遇 他可以像赛马这样的作品去记录一个风土人情 那么他也可以像河南小曲那样去表达 彰显出一个地域的民风民情和性格 那么我们的作品当中呢 也有一些取自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素材 或者是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像我们熟悉的一首二胡作品叫葡萄熟了 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 他就具有新疆的西域地区的舞蹈性的这种节奏 和他们的音调构成了旋律的一种描摹 仿佛透过旋律的勾勒 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西域浮透丰收的季节 青年男女在热情的舞蹈在欢唱 像这个 这种节奏呢是浮于切分的这种西域的 新疆地区的舞蹈性的节奏 所以在这样的旋律节奏的这种特性当中呢 二胡就可以表达浮于少数民族地区的 这样的音乐风格的这样的作品 那么下面就请我的学生们一起 为大家演奏一段葡萄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欣赏了天南地北的音乐风格过后 你是否感受到中国民族音乐音语运的美 那么我们的民族音乐究竟是如何诠释美的呢 我们又该如何去欣赏呢 网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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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倡以开放的理念和思维兼容传统和现代 中国和世界的各种音乐风格及元素 今天他将用他的琴声带我们领略 胡琴这件古老乐器的绝美风情 欣赏了天南地北的音乐风格过后 你是否感受到中国民族音乐音语运的美 那么我们的民族音乐究竟是如何诠释美的呢 我们又该如何去欣赏呢 在中国人的这种音乐表达当中呢 应该说是一种线性思维的 常常人们说中国的旋律非常美 有着千万变化的一种表达 那么就是中国人对待旋律有着独特的一种表达方式 首先它是五声音阶的 那么中国人还善于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呢 去润色去加花 比方说我们的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它的这种旋律走向当中会有一些滑音 而滑音的这样的速度的快慢呢 就形成了不同的情绪 给人的感受也就不同 如果它的滑音非常的委婉 非常慢的柔美的表达呢 它的情绪就是一种舒缓的 会有一种幸福感或者是美感传达出来 那么在情绪表达非常活跃的时候 活泼的时候 它的滑音 它的装饰音就会速度变化非常快 它的比方说 它就非常灰切 风气 它的滑音非常的快 速度就有一种爽朗 明快的性格 情绪传达出来 同时中国人在表达悲愤的时候呢 它也会用滑音 这个滑音呢 就会显得非常浓重 非常强烈 大家听到这种 具有一种戏剧性的情绪的表达 非常的有一种悲愤的情绪 浓重的情绪 那么它的滑音冲上去 非常的急 非常的重 就使得情绪当中 像我们说话表达情感一样 它的语气非常深重的时候 它就会有这种 唇齿音和气息之间的配合 有一种强烈的语感出来 同时刚才大家也看到 我非常夸张的柔弦 好像是人的这种 情绪激烈的时候 垂心顿足的这样的 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状态 其实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些 演奏手法 弦法 弦律的这种 润式去传达出来的 那么 虽然只有五个音的五声调式 但是它却讲求 音和音之间的这种连接 润式 去把语言当中的异扬顿挫 能够表达出来 能够把情绪当中的喜怒哀乐 表达出来 我还想为大家演奏一首 具有中国的古朴的风格的古曲 汉宫秋月 我演奏的这个版本呢 是蒋凤芝的演奏谱 那么蒋凤芝是二胡当中的蒋派的创立人 因为蒋先生他一方面善谈琵琶 所以在他的这种选法的润式当中呢 有着琵琶的推拉银柔的特点 有着琵琶弹奏的音点和二胡的旋律线 同时呢 他也喜欢京剧当中成派的演唱 所以他像成派的唱腔一样会使用这种轻重缓局的速度的变化和音色当中的虚实浓淡的变化 就使得这首作品呢 表达出了古代深宫的幽怨的宫女的那种欲言又止欲哭无泪的那样的一种情感 我可以尝试为大家演示一个片段 大家可以感受到绵长的悠扬的歌唱的二胡的不同的一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中国人呢 格外喜欢月亮 在我们的以月为题的作品当中 有非常静谧 还有宜然自得的贫乎秋月 也有倾诉着阿炳悲苦人生的二拳音乐 所以说中国人对月亮有着独特的一种情怀 无论是喜怒哀乐都可以对月亮倾诉 所以在这种倾诉表达的过程当中 人们也赋予了他内心的独特的一种生活的感受 也同时在这种生活的这种情感的表达当中赋予了音乐 有不同的一种美呈现出来 像在《汉宫秋月》这首作品当中呢 它就有一种悲凉的美 那种七楚的美 作为古代的妇女 在深宫当中的一个宫女 她身处着一个卑微的地位 可是她有着她自己的人生 有着她的意愿 有着她的愿望 可是在深宫当中 每天只能在夜晚对着月亮去倾诉 去思念家人 去对自己的生活 去倾诉 所以这首《汉宫秋月》 也是我们阿尔胡作品当中 神本意运和情感表达最难的一首 看起来她就在一个把位当中演奏 但是旋律当中却表达了丰富的人物的情感内涵 演奏当中有滑有抹 运功当中有提顿有虚实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演奏的手段的配合之下呢 就使得我们的这个简单的旋律 有着丰富的情感的表达 在人们传统的印象当中 觉得阿尔胡是一个缠绵的乐器 善于表达忧伤 就像我们熟悉的江河水 二泉音乐 但是我们透过今天的介绍当中 我想大家也更看到了阿尔胡可以有那种热爱生活的表达 在这些音乐当中呢 也表达了中国人对自然最生命的一种热爱 那么我想 我也想跟我的学生们一起合奏一曲 刘天华的光明行 那首作品呢 是第一首中国的进行曲 刘天华先生大胆地创作了这首作品 表达了在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 对民族未来的一种信念 一种积极的正能量 我想在这样的乐生当中 我们也能感受到刘天华 用他的信念传达出来的那种 让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理想 所以奏起这首光明行的时候 往往不只是奏响的是旋律 而是先辈前辈 他们的情怀 他们的理想都蕴含其中 请大家欣赏这首光明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当下的二胡的演奏当中 它呈现了一种丰富多元的发展的态势 我们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 二群音乐 汉宫秋月这样的传统的作品 我们也可以听到像长城随响 第一二胡狂想曲 乃至到第四二胡狂想曲 第一二胡协奏曲 一直到第五二胡协奏曲等等 一些优秀的创作 他们的音乐的不同的这样的品貌 同时在我们的跨界的音乐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二胡的身影 感谢大家在今天跟我一起分享了 二胡在百年发展过程当中 他的丰富的成果 我们可以看到二胡 他从传统当中走来 他一路带着中国的审美 中国人的情感 中国人的对未来 对生活的那份期望 那份信念 同时他也可以像光明行 这样的作品一样 充满了一种激昂的情绪 或者是那种舞动的 这样的一种气息 让我们感受到二胡 不仅在昨天 在现在 在明天 他的发展会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